歡迎來到小哥播報 看熱鬧更看門道 本集由佳哥帶為播報 腳本人由小哥精心把關 棒球比賽中打者擊出越過大牆的拳雷打 是打者利於美的表現 一棒扭轉戰局或是終結比賽 是讓人最熱血沸騰的畫面之一 先在這邊跟球迷們說聲不好意思 上週遺漏了4月24日陳文傑的拳雷打 因此這邊先行補充 二局下半二人出局二三雷有人 輪到陳文傑對上林紫薇 第一球外角訴求沒有投進好球袋 第二球捕手小胖林宏玉配一顆外角曲球 沒想到林紫薇完全失投投到了中間位置 被陳文傑掌握住 大棒一揮 連右外手都目送球越過大牆 飛行距離長達411英尺 本季守轟出爐 也讓中信兄弟擴大領先 接著就帶您回顧4月26日到5月8日 終止的拳雷打 4月26日 熱天桃園對上富邦漢將 而最近終止最夯的話題就是 富邦漢將墊底成為世界盧主 除了守備失誤連連詛咒外 打擊更是一大問題 從打擊率安打全雷打打點 乃至於倒壘次數 除了蔣志賢和申浩尾 兩轟占居全雷打排行榜第三名外 其他排行前五名都沒有漢將的球員 全隊打擊率最高的范國城 僅2×81 申浩尾19隻安打排進前十 可見富邦在攻擊端出了很大的問題 回到比賽三局上半 余生旭碰上黃子棚 第一球131公里速球 招牌下勾頭髮 雖然球數不快 但帶有深卡走左打者前門的球 非常的難做攻擊 余生旭放掉 接著連來兩顆外角變速球 明顯壞球選掉 第四球改變配球 突襲一顆內角滑球 搶下好球 但余生旭認為太內角了 只能苦笑 形成良好良壞 下一球 捕手原本配一顆外角滑球 但吃頭到了中間非常甜的位置 被余生旭帶到右外野 形成本季守轟 4月28日 熱天桃園對戰統一師隊 面對全聯盟打擊最兇悍的暴力園打線 羊頭布雷克可說是很有心得 2021年交手6場比賽中 僅被擊出28隻安打 沒有被開轟過 打擊率更是不到兩成 只有一成九九 上野率兩成五五 長打率兩成四八 說是熱天殺手也不為過 四局下半面對藍影倫 第一球外角曲球拿下好球 下一球配一顆128公里的滑球 壓在內角低 藍影倫有點縮著手打 但還是被他扛出本季守轟 而這場失言你來我往的比賽 來到了8局下半 7比5 熱天落後2分 一二雷有人兩人出局輪到林立 投手也換成劉軒打 第一球變化球滑球 林立打成本壘後方界外 可以從K龍來看 這球根本是五號位紅中的位置 林立沒有把握好 下一球145公里的滑球壓在外角 可惜主審沒有減 形成一好一壞 下一球外角明顯壞球 接著來一顆146公里速球對決 有點偏高失投 但靠著速度與偽進讓林立揮空 兩好兩壞 捕手蹲到外角 沒想到劉軒打一個大失投 145公里頭到內角高 被林立大棒一揮 形成超前比數的三分砲 也是本季第四轟 獨居全雷打王寶座 慢動作來看 二縫線訴球有往右打者內串的尾勁 但是林立不怕內角球 縮著手臂攻擊 靠著揮棒速度跟上這顆快速球 也變相讓這場比賽進到延長賽 接下來帶您看到難得的場內全雷打 4月29日 統一師對上腹斑和將 四局上半 申浩尾對上統一洋頭羅昂 第一球訴球放掉 第二球攻擊一顆同位置偏內角的訴球 球飛向阻礙野生遠處 失隊外手邱志誠 第一時間到了全雷打牆前 但判斷失誤 加上可能受到風勢影響 撲下去沒有接到球 這時候申浩尾靠著自己的角層 已經繞過二雷雷包 球落下後 邱志誠也沒有掌握球在哪裡 於是申浩尾快馬加鞭 連奔四個雷包回來得分 成功讓富邦和將打破鴨蛋 而這也是終止史上第43支場內全雷打 上一支是去年7月30日 同樣富邦和將的泛國城跑出 史上第一支滿貫場內全雷打 這也是申浩尾的本季第二轟 在今年春訓申浩尾也集出了七支全雷打 也是現在目前富邦打線中最穩定的一位 如果富邦想要觸底反彈甚至重建 現年24歲的申浩尾絕對是球隊的基石 接著帶您看到4月30日 統一師隊四棒林子豪的本季首轟 從林安可、羅薩、蘇智傑、統一傷兵如雲 現在扛第四棒的就是剛滿20歲的小將林子豪了 而從數據上來看 雖然未達規定打數 打擊率4x44 上壘率4x74 長打率6x11 相當恐怖的成績 現在師隊也找不出其他人可以打第四棒了 六局下半1-0領先 沒有人出局 一壘有人對上江紹慶 第一球速球正朝紅中位置丟來 林子豪果斷不猶豫出棒 小白球直接越過大牆 慢動作來看 集出後林子豪順暢的甩棒就知道球留不住了 而在學長們短時間無法歸隊的情況下 林子豪是否能扛住師隊中心打線有待觀察 但可以看到林子豪本季的身材大了一號 休賽季期間有下功夫做訓練 不過近期中職因為染疫人數上升 不少比賽紛紛演賽 是否會影響上班機帳況以及選手的表現 值得球迷們觀察 接著我們來看 5月5日熱天桃園對上富邦漢將的比賽 四局上守名打者梁家榮抓第一球變化球做攻擊 打到中右外野 碰到中右外野身號尾的手套後落地 形成二雷安打 從慢動作來看 這球其實是有機會接不到的 富邦也將為此付出代價 沒有人出局二雷有人 林承飛對上陳鴻文 第一球端出短棒來干擾 但陳鴻文第一顆球來一顆變化球 進到好球帶 第二顆林承飛破壞一顆外角直球 讓陳鴻文馬上強到球速絕對領先 第三球掉一顆外角高球壞球 下一球內角速球破壞掉 兩好與壞 外角滑球再選掉 兩好兩壞 接下來陳鴻文一顆131公里的滑球落在腰帶位置 林承飛大棒一揮 小白球直接飛到新莊球場外野看台 本季第二轟出爐 也是生涯第52轟 林承飛完全掌握變化球節奏 揮棒啟動到延伸動作一氣呵成 可說是十分完美 再來帶您看到5月6號九局上半 一樣是樂天桃園隊富邦漢將 九局上半兩隊僵持不下 形成0比0僵局 小胖林鴻鈺對上漢將守護神曾俊悅 可以看到本週比賽因應疫情 許多選手開始戴上口罩比賽 第一球曾俊悅標一顆招牌速球 154公里壓在外角第一位置 讓打者非常難以招架 第二球原本要配一顆變化球 破壞打者節奏 沒想到完全失頭 到了好球袋偏高的位置 林鴻鈺眼看機不可思 運用靈活的球棒控制能力 將這球送出左愛野大牆外 本季守候出爐 也是生涯第189轟 為球隊打破平手僵局 慢動作可以看到 這球是一顆滑球 跟捕手藥的位置相去甚遠 因而慘遭林鴻鈺狙擊 側面的角度來看林鴻鈺 也因應變化球節奏盾了一拍 在出棒做攻擊 即便重心被影響 但還是藉由自身的power 擊出拳雷打 真的十分可怕 接著另一場比賽 在台中週季球場 統一是對中信兄弟的比賽 三局下半 陳文傑對上胡志偉 上一棒王威城 擊出安打後 原本陳文傑是擺出短棒 做觸擊的動作 後來做收打 但第一球內角速球壞球 收棒沒有攻擊 下一球直球速球破壞掉 接著第三球 陳文傑咬住胡志偉 失頭的137公里變速球 形成右外野的大號全壘打 本季第二轟出爐 讓球隊取得2比0的領先 從慢動作重播來看這球 跟捕手要的外角低位置完全不同 而除了抓中失頭球外 從捕手的反應跟跑者的位置 這球中信兄弟應該有下打跑戰術 不僅有確實級球外 更將戰術執行到位 壘上友人的戰術執行 將會是中信兄弟的觀戰重點 也可能是影響五月戰績的分水� 接著帶您看到周日失項交手的比賽 首名打者陳傑縣安打上雷後 輪到近期扛屍隊第四棒的林子豪 第一球外角速球選掉 第二球被一顆外角變速球掉中會空 下一球想再用相同球路吸引打者 但是偏低挖地瓜形成一毫兩壞 下一球速球打成反方向借外球 兩毫兩壞 再來捕手高宇傑原本想掉一顆內角滑球 但投到了非常甜的中間位置 林子豪咬撞後配上招牌甩棒 小白球一去不回頭 本季第二轟出爐 有趣的是 森牙三轟中有兩發都是打鄭凱文 打擊率高達5x56 可說是鄭凱文的天敵 而本季初賽16場打擊率4x04的好表現 林子豪坦言 今年會先想好如何面對投手 如何鎖定球路 不過秉總林瑞萍卻坦言 希望不要一直讓他第四棒 因為這就代表隊員是比較不充裕的 以現在的陣型他是最適合的 但陸續有人歸隊 就不用硬當他打第四棒 ANN 我们下期再见